好 距在乌俄战争双方持续的厮杀 在乌东城市利曼遭受到了俄罗斯飞弹的攻击 造成了至少8死13伤 距在巴赫姆特乌军遇邪反攻 第三突击旅汉俄军展开血战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强调 没有陷入困境 已经重新掌握了主动权 乌军的装甲车遭遇恶军埋伏 差一点变成人肉标堡的乌军赶紧跳车找掩护 还好装甲车的机枪暂时压制住敌军 但是危机还没解除 到了前方 整队人马差点被钉死 枪林待遇中把负伤的同袍拉出壕沟 乌军在东部前线陷入苦战 乌军第三突击旅刚下车摆好战斗队形立刻爆发枪战 越逼近巴赫姆特市区 俄军抵抗越顽强 乌军拼了老命推进一公里 转眼间大反攻开打都一个月了 乌军还是没有关键斩获 美国乌角大厦不意外 为何乌军没能复制去年哈尔科夫大捷 因为这回俄军早有准备 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 俄军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构筑了三层防线 在最内层建构碉堡以及交错的壕沟网络 机枪火炮隐藏其中 有些还有混泥土加盖防护炮机 就像乌军攻下的这座俄军碉堡 上面有泥土树枝当卫装 乌军的无人机从高处看根本就难以分辨定位 在碉堡的外侧重要道路上 还有一层反坦克路障 都得靠炮击或是近距离的爆破才能清除 最外围则是布满反坦克地雷 没有重装备硬闯 只是堆尸送头 就算乌军有西方给的鲍二坦克 却因为没有制空权 开在乌南的空旷地带 只是俄军直升机的猎物 要突破这道防线 先进火炮跟重装备两者缺一不可 偏偏这些乌军都很缺 乌军为数不多的西方武器 像是这款AMX-10RC装甲车 深受士兵喜爱 这款发制的轮式装甲车主炮是105毫米口径炮 装甲可以抵挡300公尺外射来的穿甲弹 特别适合危险环境侦查任务 还有这款乌军自行研发的博达纳轮式自走炮 最大射程40公里 每分钟最多可射六发炮弹 使用北约标准口径 155毫米火炮 能够兼容欧美援助的先进炮弹 只是先进武器出场机会不多 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就认为 乌军保留了大部分实力 战术转为消耗俄军 还在等总攻的时机 T恤丧报导 美国将提供急速炸弹给乌克兰 消息是会引发不少西方的盟友 包括像是英国、加拿大、意大利的反对 因为急速炸弹爆炸之后 将造成无差别的杀害 俄罗斯痛批这是美国的反俄政策 乌克兰则承诺不会用于俄罗斯境内 另外今晚最新消息是 普辛和普里格金会面了 俄罗斯以RS9NONA自走破级炮 持续攻击乌克兰东部利曼等重地 同时还声称 空袭部队突击成功 在壕沟里歼灭乌军 在前一阵子的叛变动荡过后 急着稳定军心 拼命水泥的国防部长肖一谷视察新成立的部队 而且还特别强调这里都是有汉国防部签下去的正规军 小一谷所到之处真枪实弹打靶枪声隆隆 还秀出了坦克排排站的壮观场面 似乎也想借此凸显 俄军弹药库充足 宣传是做好做满 但是前线又有士兵po影片 控诉克里姆林公根本就是开堂手 至少两个不同小队怒控 一到战场就像是被国家放声 但是这些声音莫斯科高层都听不到 消失了好几天 还传出是被普清开闸拔关的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 最新现身辟谣 看来乌纱帽是保住了 不过北约峰会在即 俄罗斯如临大敌 普清虽然没有名奖 但就是针对北约 苦清的心腹梅德维杰夫坦言 担心美国会提供乌克兰F16战机 说俄罗斯需要更精良的防空系统 尤其是 美国似乎铁了心 独牌众议要援助乌克兰极数弹 就连常年队友英国都不太能接受 英国首相苏纳克会不会有 盖茨当面质疑拜登 英国媒体都在关注 毕竟级数弹因为杀伤力强 2008年有123国签署公约禁用 英国就是其中之一 再来就是 乌克兰心心念念的北约梦 有没有机会跨出成功一步 美国总统拜登先暗示 不要期望太高 行前接受CNN专访 拜登坦言现在让乌克兰加入 形同和俄罗斯开战 这风险太高了 但是要怎么样让乌克兰感受到 北约有诚意一路相挺 又得看各国怎么瞧 再来 传出美国将和土耳其谈条件 要同意出售F16战机 换取土耳其放行瑞典加入北约 要登场的北约峰会 是一场大国博弈 也将行诉下一阶段的乌尔战事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